好,来,我们来做一些题目 第一个就是,这什么变化 很简单 大理石加西元酸 大理石石头,盐酸液体,产生一个气 有气体生成 所以什么变化 化学变化 化学变化就是什么意思 有心物质生成 所以,有心物质生成 所以是化学变化 所以答案就是C 很简单,小诗一桩 ok 然后呢,就开始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就是,谁是物理变化,谁是化学变化 那我问你说,这里谁是化学变化 很简单吧 来,这里有个大帅哥 帅哥叫27哦 27 答案是谁 C A 猪啦 A 猪 猪 猪啦 猪哦 猪 蛤 猪 猪 狗跟降 产生不一样的部分 这次化学变化 咧 諾 ersch 咧 小 女生 14号 只有18 or 4号 也没有4号 3号 猪 又是猪 你坐下 灵态融化 生态变化 物理变化 点蒸气 就是固态变 气态叫升华 生态变化 然后那个蒸6 就是那个 加热之后 让它变成 气体 然后再收集 冷却变成液体 这里的生态变化 这也是物理 所以就说 曾经所谓的化碳变化碳 会产生白色 我们说白色碳酸钙 新物质 所以叫做化学变化 OK 再两个问的是化学变化 那么下个问的是物理变化 谁是物理变化 铁铮锈 铁铁铁化铁 植物操身体 然后呢 燃烧就是 激烈的化学变化有光丹热 所以它都是跟氧作用 然后呢 产生的化学变化 所以只有海水 再发生生态变化 所以它是物理变化 所以我们答案就显得是C了 可以吗 可以 来 谁物理 赛哥男 赛哥男 赛哥男二十四 二十四 猪 猪 牛奶变酸 超生燃烧 消化食物燃烧跟 刚才讲过了 消化食物真的腐败 超生的超病差不多意思 它这都是化学 只有雕刻把它削掉割掉 形状改变而已 本质不变 所以它是物理 来这里又谁是物理 来 小女生 九 九号 户 C C是物理 C 参态变化 谁是物理变化 其他的都是化学变化 我们前面有讲过 这就是很简单 问你说谁是物理变化 谁是化学变化 我们继续练习 说这里谁吸热 谁放热 我们讲过了 我们国中所教的变化 大部分都什么 放热 所以你就把吸热背起来 然后呢 没有背过就是放热 吸热就是吸收能量 加放热就是放出能量 那我给我能量 加热 加热 分解就是一直要给我热 然后才会分解 所以我吸收能量 所以吸热反应 所以答案就是A OK 好来 吸放热 谁对谁错 谁是错的 谁是错的 吸收光 吸收电 吸收热 都称为吸热 放出光 放出电 放出热 都称之为放热 大帅哥 33 33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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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写法 是常常出现片的写法 我要点火才烧得起来 表示我吸热错 因为你点火只要点一次 给他一个能量 让他可以开始燃烧 他就会放热 放的热足够提供后面的 继续去烧下去 然后燃烧就是剧烈的化解反应 有光跟热 所以燃烧也定是放热 所以选项A是错的 你看A是错的 OK 来这样问谁是错的 谁错 来小女生7 7 7 你的答案 你答案还是A 你错 铁针锈是氧化 没有火焰 是吸烈反应 错 我没有废过他 我没有废过他 他该怎么 放热 我没有废过是放热 电解水我废过吸热 没有问题 新家的酸头没有废过 所以是放热 然后呢 浓流酸低白糖 也没有废过就放热 就是我们只学过几个吸热 没废过的就是 放热 没我对不起 我们 放热比较多 吸热比较少 所以呢 有废过的就是 吸热反应 没废过就全部都是 放热反应 就这样就是我们的简单的小练习 OK